嗨,蓝友们大家好,我是火凤凰 很多蓝友的蓝花养不好 归结到一点就是根没养好 出现了烂根 有一个蓝友给我留言说 自己养了两年的蓝花 不死不活的 也没开过花,也没发过苗 我说你赶紧翻翻盆看看是不是根烂了 或者是浇水少了,空根了 我不出其然,翻盆了以后根全烂了 还有一个蓝友 翻盆之后根都已经空了 它是浇水浇少了 实际上蓝花烂根或者是空根 跟以下四个方面有很大的关系 第一点,蓝花烂根跟所用的质料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你用的蓝花质料过细 软质料过多 那么你浇水频次太多了 肯定就会烂根 如果你选用的蓝花质料颗粒比较大 并且硬质料也多 那么你浇水少了,肯定会空根的 所以蓝花浇水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质料情况 掌握适合自己蓝花的最佳的浇水间隔时间 蓝花的根就不会烂 还有一点就是 使用的蓝花质料没有腐熟 蓝花质料在蓝花盆中腐熟的过程中 释放了大量的热量 也会把蓝花根烧坏 就会出现烂根 所以在栽种蓝花的时候 必须要选用充分腐熟的质料 再者,蓝花质料没有腐熟 在棚内也会生成很多的小黑菲 非常恼人 最近我在蓝花质料里面 掺了一些腐熟的花生壳 估计花生壳腐熟的不太充分 所以蓝花盆里头出现了小黑菲 小黑菲滋生的太多了 也会造成蓝花腐苗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以后再说 第二个方面 就是灌根施肥的时候 浓度太高了 烧坏了根 出现了烂根 蓝花喜欢薄肥禽湿 所以大家在灌根施肥的时候 必须要拧弹物浓 千万千万不要食浓肥 你哪怕是七天到十天给它食一次肥 也不要用大肥 大肥很容易把蓝花根烧坏 就会在棚内出现很多烂根 所谓的水养根 肥伤根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个方面就是通风的问题 养蓝花一定要通风 通风包括室内环境的通风 和棚内环境的通风 室内环境不通风容易造成腐苗 棚内环境不通风容易造成烂根 所以室内养蓝在栽种蓝花的时候 就要考虑选用通风透气又沥水的蓝花资料 这样只要掌握好了浇水的频次 就不会出现烂根和空根的问题 第四个方面说一下浇水的问题 很多蓝油到现在还在问我几天浇一次水 大家可以看看我之前的一个视频 多少天浇水跟室内的环境湿度温度 以及使用的蓝花纸料 还有使用的盆具 都有很大的关系 几天浇一次水 只有通过自己摸索自己误 掌握了适合自己家庭室内养蓝花的 浇水评测 才不会烂根也不会空根 实际上只要你的蓝花纸料够沥水通风透气 即便是多浇几次水 只要不积水 蓝根就不会出现问题 只不过很多蓝油认为 使用大颗粒的蓝花纸料栽种蓝花 太费时费力 特别是养了很多蓝花的人 隔几天就浇水 很浪费时间 加上自己又是上班族 所以很是苦恼 有些蓝油就在中间加了一些辅液土 或者是加了一些松针 这样就可以延长浇水的时间 不管你是加了多少辅液土或者是松针 或者有些人硬质料的占比只是很少 但是只要掌握了浇水的频率 蓝花一样养得非常好 第五个方面就是 栽种蓝花的时候选择的盆锯问题 有些蓝油使用的盆锯是瓷盆 瓷盆一般底下的洞都非常小 这样的盆栽种蓝花的话 底下不通气就容易烂根 我用瓷盆种蓝花一般都把底下的洞敲大一点 然后底下放上泡沫或者是砖沥做沥水层 再加上自制的一个沥水灶 这样人为的就造成了底下通风透气 就不会烂根 当然如果你是新手养蓝 千万不要刻意地去买瓷盆种蓝花 还是要选用专用的蓝花盆来种蓝花 这种盆比较通风透气 沥水性也好 还有一点就是 在栽种蓝花的时候 小苗用小盆 大苗用大盆 比如我用大盆种蓝花 都是好几层种在一起 这样看起来也比较美观 并且棚内的水缝蒸发的也比较均匀 好了 这期关于蓝花烂根的五个原因 以及规避烂根的方式方法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补充 评论转发分享 让更多的蓝友看到学到 避免把蓝花根养烂 喜欢我视频的蓝友们 请别忘了点赞关注 加强烈推荐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